我从在小县城上学读书 然后到后来在巴黎工作 我所做的影响我最大的决定是什么 在高考之前呢 我就对自己有一个要求 就是无论高考我考的怎么样 无论我能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我一定要去南方 然后一定要去一个离家比较远一点的城市 但是呢 这一个面想吧 可以说是遭到了全家 以及是我所有身边朋友的反对 唯一一个赞成我的就是我的妈妈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妈妈 在一个这样小城市 在的路都是你上一个本科 然后回来考公务员 然后就走一个非常非常稳妥的一个路线 但是我妈是一个比较富有冒险精神的妈 然后她就比较支持我去报外面的学校 所以说我当时是我们班级吧 为数不多的 不动想要出去 去外省 去南方上学的 我是从刚上大一的时候 我就是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出国 然后当时虽然说我爸是特别想我在国内年研究生 然后出国的话就要考雅思 考雅思的话你都要去上辅导班啊 就是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跟我妈说了 果不其然我妈又是非常非常支持我的那一杠 这一个是第二个呢改变我人生的决定 然后第三个决定呢 就是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当时住在一起的所有人 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法国 主要原因呢真的不是因为我比他们优秀 是因为我比他们坚持 当时就是觉得虽然说在法国刚毕业 然后这个实习很难找 但是呢我看到身边很多人都找到实习了 我就觉得既然别人能找得到 我一定能找得到 那当时我给我妈妈说了这一个决定以后呢 我妈妈也说那自己想去坚持奋斗一下 那我也是支持你的 我其实也是运气比较好 我差不多从找实习到找到实习 拿到offer的这一个过程 差不多是两个星期 那算是特别特别的顺利 我的实习的公司 它是不可以帮留学生转身份的 但是当时我真的就会觉得 身边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都找到了可以转身份的工作 然后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能力 然后去证实了 我可以在法国的这一个市场中 占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就觉得既然别人都可以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也相信我自己可以在法国的这一个社会里 对这个社会认可有价值 我可能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再去做什么 我也可以自己在这边生存下去 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路上 体会到也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人和事 经历过低谷 甚至是背叛 我对自己其实也是越来越有信心 觉得我越对失败扛压的这一个能力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的具有反抗父母精神的人 有时候吧 不安的父母走的路也真的不一定差 反而呢 他实现了你自己的愿望